師傅,植物是否有生命? 為什麼植物聽音樂會生長得特別好一點? 植物是有生機,但沒有感情。 植物和礦物都不屬於有情眾生。 在佛教中說,植物屬於無情,人類屬於有情。 植物是沒有知覺,是沒有感情,更沒有思想。 有研究說,植物聽到音樂之後,生長得特別快。 音樂能夠促進植物生長,不等於植物有思想。 可能是某一個範圍裡的頻率對植物的細胞有生長性的刺激。 佛說,諸法從原生,諸法從原滅,一切的生命都不離開源。 例如,植物一定要有陽光、水分、肥料、空氣等等因素才能生長。 向日葵一定要向著太陽走,含收草,你一觸碰它,它就會收縮。 每一種植物都是靠著外圓的不同,不能夠說它一定有生命。 佛教中有說,花有花神,樹有樹神。 其實這些都是外來眾生的精靈,護體、衣草、護木之類。 所以吃植物並沒有因果報應。 當然,如果原格來說,植物並不可以吃,但是我們還是凡夫的境界。 師父,佛教徒應該愛朋友。 如果對方批評我和辱罵我,我應該怎樣做呢? 有些佛教徒,因為自己信佛,要傳好心、說好話、行好事。 見到他們不能這樣做,就怪他們、恨他們,甚至不跟他們交往。 這些都是不對的。 因為勸他們和愛他們,令他們改過自身。 因為佛教徒要慈悲心對人,罰他人的痛苦與他人快樂。 無論他們怎樣去批評和辱罵,我都不應該去生親恨和老害心。 應該和剛同塵,自己不要表現得身其特別與眾不同,令人討厭而不願意跟你來往。 佛教有說,未成佛道,先結人緣。 縱然有人以冤暴德,也不能怪他們。 只有怪自己,前生未收。所謂欲知前世恩,今生受者涉。 佛教徒無論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,都不能怨天由人,只怪責自己。 因為知道這些都是因果的定律。 現在的人已經不敢埋了我。 能不能恢夾在 chinese辰 psic surgery 겁니다。 điều態宣 oat。 那麼所以說,可以到處見邰奇文嗎? 某些時候曾經經。 某聖苦粵文员。